我現在來到北角就是七子梅道 七子梅道這裏的粉麵 有一位朋友介紹我來吃 他說牛腩好美 所以我就來試一試 那些牛腩飯 切腩飯也買43元 就是經濟值得吃 剛才我聞到的味道非常濃郁和有香味 真的不錯 其實它的價錢相當適中 那些豬手飯都是牛雜飯、牛肚飯、牛筋飯、切腩飯、煎牛飯 都是43元 這裏就是北角的七子梅道 它這間是專門賣的麵、粉麵和飯 是不錯的 那現在呢 這個是鏗腩 鏗腩看出來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這個賣價來說 它都是43元 我又試一試味道先 因為剛才那些朋友介紹我來這裏吃的 那這裏是經濟值得吃的 43元 現在聞出來是震震的牛腩味 這裏是非常非常好味道的 這裏是不錯的 那裏是不錯的 你看看師傅那裏錄的那裏錄的那裏 那裏真的很好 別聽 那些熱液都是很噴泉的 是不錯的 我現在試一試牛腩飯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我就試一試它那些牛腩的飯 先 那這個牛腩汁呢 拌了些飯下去 是相當之是不錯的 那我就試一試那些 那些崩腩 那這個崩腩看下去呢 就是非常之是不錯的 那大家看看 是嗎 不錯的 這裏看下去 我先試一試 我先試一試一下 那這個牛腩來說 它燜得時間是非常之是好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吃下去 真的可以說是很鬆化的 是不錯的 那這裏 那師傅教這個味道 也覺得是非常之是 是好味的 那你看一下它的崩腩 這些崩腩很漂亮 是吧 那掛在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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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裏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它這裏 那這裏 近裏呢 這裏就近裏 是七芝美道的 麥當勞的對面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這裏 那裏的地方呢 是非常之是整潔的 是 所以它桌上來說 是一二三四五六 是有六張桌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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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是乾淨 是吧 是吧 那我剛才第一次 入到裏面 入到裏面 之後呢 發覺呢 那些冷氣 都是非常之充足 是非常之涼爽的 是不錯的 那 那 那我又試一試這裏 那裏 你看看崩腩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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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些啫喱 啫喱的感覺 那樣 試一試一下 非常之甘香 那這裏師傅呢 教的味道 是非常之是不錯的 是好東西的 難怪之 剛才那裏朋友說 你一會兒過來這裏 吃點牛腩 那些燈腩 那些 好出名 真是名副情實 我來到之後呢 試過兩塊的燈腩 真是非常非常之是 甘香美味的 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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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呢 可能這裏是工廠區來的 因為這裏是七姊妹島 以前呢 就全部都是工廠區 但是現在呢 改了有很多 國學改食市 也有很多 啊 也有很多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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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薦那裏呢 如果假如今 你們是來個 這裏呢 北角 啊 就是質魚蔥在這裏 質魚蔥 七姊妹島 對面呢 就是麥當郎 麥當郎餐廳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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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呢 沒有啊 招牌呢 就看不到啊 那裏呢 看不到 但是那裏的價錢 來講呢 是相當之吸引的 那裏呢 那你看一下 沙爹肥牛飯 都是$46元 咖哩牛腩飯都是$46元 紫菜牛肉湯飯 就賣$40元 紫菜三補湯飯是賣$40元 那咖哩雞絲飯呢 那咖哩雞絲飯呢 是賣$49元 咖哩牛肉飯也是$49元 送到6時後就有供應 送豆漿、酸梅湯 真的非常之有 我在這裏就沒得送了 因為人們指定咖喱雞絲飯和咖喱牛飯 49元這個餐價 然後才有送豆漿和酸梅湯 你看看這個價錢是否相當之吸引 老實說如果你在香港區 這個價錢應該是差不多 是不錯的 好了這條片就拍到這裏 也都很多謝各位網友免費的訂閱 以及鼓勵的支持 很多謝你們 這個地方是非常整潔的 這個空調已經是相當之洋爽 是不錯的 好了這個 這個鏗腩牛腩 牛腩飯是43元 應該是非常非常靠得住 而是吃得過的 好這條片就拍到這裏 這裏就是北角質魚蔥七姊妹道 這間就叫樂意粉麵 這裏的鏗腩 就是牛腩的鏗腩是非常之不錯的 這裏就是港島區來的 這裏的鏗子 這個地方是近著麥當勞 這個麥當勞 麥當勞這間店是對面的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是4-6-3元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它的味道 各樣東西 那師傅呢 調制得是相當之合當的 可以說是經濟抵食 是不是 43元的鏗腩飯來說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它前面那裏就是健康東街 這裏是健康東街 那這條呢 這條打牆的就是七姊妹道 那它的鋪位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 那這裏的方向就是北角的方向 那旁邊這裏呢 也都有一間叫富港酒家 是不是 這裏是富港酒家 富港酒家 那它的位置呢 就是這裏的了 是不錯的 因為它裏面那裏呢 雖然是一個空調 但是空調是非常之涼爽的 不錯的 那剛才吃了43元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是 收費亦都合理 味道方面 是可以說是不錯的 可以吃得是推薦 各位網上的朋友 是不是 如果假如現在你路經這個 側魚蔥呢 那來到這個七姊妹道 即是健康東街那裏呢 那也都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我剛才呢 亦都是朋友 引前我過來這裏試一下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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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呢 就是七姊妹道 啊 七姊妹道 那 那 那這條呢 就是健康東街那 那 那前面呢 我剛才是吃過亨腩飯的店 的店 那 那 香港電車啊 有鬼電車就是這些 香港島很奇怪 香港島這個有鬼電車 就已經百多年歷史 還在路面上 走走 現在香港的花子 真的非常漂亮 車型各樣都非常漂亮 載客量都有百多人 這麼厲害 百四五人都很厲害 是不錯的 這些就是香港的 電車 叮叮叮的電車 這些就是軌道 軌道也佔面積有三分之一 因為它是雙軌 每隔沒有多遠 就有一個叫電車的站 電車站 也都在馬路中間的兩旁 現在我們一路去的地方就是柴灣方向 收機灣柴灣方向 這個電車 這個電車 這個電車真的已經有百多年歷史 已經 但是依然 那個 款式都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改變 好 好了 這條片就是拍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